瑞衣渔船公海招篮节 越南渔政船太嚣张 屏东县琉球级渔船广大新28号 遭菲律宾船舰开枪滥射 造成一船员亡死 事故发生才没多久 同属琉球级由船长曾欣欣驾驶的龙望力97号渔船 昨天上午行经南中国海公海海域时 一艘疑似越南渔政船突然逼近 要求渔船转航向越南 我渔船照做 但半小时后对方又离去 船长于是掉头往台湾 不料20分钟后 又招四艘越南铁合船拦截 船长很紧张 不知对方要干嘛 15分钟后 这几艘船才又离去 船长赶紧加速往台湾航行 龙望力97号渔船船东 琉球乡长蔡天玉碰批 这个地方是 这个一个国际航道 商船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航道 渔南船竟敢在公海 假使我船只实在太嚣张了 蔡天玉说 他接到船长求救电话 随机向海巡报案 海巡告知在南沙巡岛海域 有烧20多顿级海巡舰艇 可前往救援 若有需要在通报军舰前往护鱼 索性只是虚惊一场 人船都平安 龙望力欲尽大后天 抵琉球大湖渔港 东新闻屏东报导 准备 两 blink 似线山 细生 台湾令